還有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留意 最近美國邀請習近平去開20G20的會議 現在決定了在意大利開 請他 引他去開 John Kerry提出邀請 他來上海的時候已經開始講了 在天津那裡又提出邀請 現在你看到楊潔篪去瑞士跟Solomon開會 Solomon就是國家安全顧問開會 美國又在這裡 引他出來開會 習近平也是 你知道的 過去的六百年 不肯出沒 就怕政變 這些政變 你不要小看 當日趙紫陽去一去北韓 北朝鮮 回到來就變了天津 那時候那些人已經準備好了 就準備好了 那時候就已經沒有權了 趙紫陽回到來 他是書記來的 他去北朝鮮回到來就發現自己沒有權了 已經被李鵬他們全部報了 就是那時候報局就是準備鎮壓天津門事件 記不記得還有萬里 萬里是人大委員長當時 六四的時候 又是調了他去美國 訪問回到來就不讓他回北京 叫他在上海下機 他一直在上海遠禁了萬里 他說人大委員長 那人大呢 照道理來說 人大實際的權力很大 一個國家的主要 中國按照憲法 主要的權力是人大 不是你什麼總理啊 就是那些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主要的權力 是因為人民嘛 人民共和國嘛 人民就是人大嘛 所以人大的權力是很大的 它代表人民 叫你去旅行 旅行員就不讓你回北京 所以這些這樣的事情 這個這樣的事情 我就幾件事加起來 我就說 這個是一種想搞走 就是想一個政變 現在那幫紮閘的反對派 在這裡進行政變 還想引他出去 直接找拜登打電話 跟他說90分鐘 就是想引他在歐洲開會 以他的虛榮心 他也是想的嘛 我們中國是最大國 而且我們是最有能力 克服那個環保這樣那樣的 他當然是引他去歐洲開會 那去了開會 你分分鐘在家裡雞籠造反 分分鐘什麼都可以做的了嘛 是吧 軍隊那時候聽誰說 你人在外面 所以現在呢 我看到啊 我看到美國在千方百計 在引他 就是就是叫什麼 吊虎離山 那個題目 吊虎離山 想吊他出來 用這個最少代價的辦法來趕走 最和平的辦法 趁你出去就不讓你回來 大家都是看全世界這些事情 是很多的 很多這種政變 趁你走了就不讓你回來 你記得那個時候 柬埔寨的那時候回落都是 回落去 鎖飛機都不讓你降落 這些做法是很多的 而且你走了兩三天 它已經做到事了 是吧 你不在那時候 軍隊就夠膽了 政策就拿著機場都不讓你降落 你變成他們夠膽 但是你在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你可以指揮到 可以動員到什麼力量來鎮壓 所以我就覺得美國在洗熱招 是引它出動的 引蛇出動的 現在這件事已經白熱化了 我不是說什麼秘密 大家看到的新聞 這幾天天來越來越重 你看到那個花樣年華也是 這個很明顯就是不幫它 等它破產 花樣年華遮了很多外債 全部都是抗資債來的 那些它欠人那些 那要外匯回的 還那根本不可能 但是幫不幫到它呢 如果真的要幫它就幫到的 那當然是習近平不讓人幫了 就是整件事就針對曾慶紅、孟建柱 和那個莫比三 他們就在那裡 就是大家直接在那裡公開鬥法 你看看孟建柱就有很多問題的 很多問題為什麼傳不下來呢 它就是站著硬 就是你看看你夠不夠力 就是孟建柱以前 以前整個公安系統就是周永康管的 周永康下來之後就傳了給孟建柱 那還在上海 周永康也是在上海幫的人 孟建柱當然是的 孟建柱是家臣來的 是江家的家臣 孟建柱我告訴你什麼 去到什麼程度呢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江澤民不是說 說傳他死了嗎 他真是病 那萬建柱好像不知道 整幾天幾夜 就直接坐在那個醫院那個門口 那個病房的門口 一直坐 所以就抓到江家對他 這個人真是不信心 直接在那裡坐 所以抓到江家 他只說24小時這樣坐在那裡 你說呢 那這些就是中國人很好吃這套的東西 就是看到他這樣中心的 我就要用你了 然後就抓到他 截定了周永康那個位置 這個人也是那些權 因為他剛才開頭我叔公 他是我叔公的學生 那時候我叔公汪杜涵找他去上海教的那些人 那時候大陸不懂酒店管理 我叔公就在上海辦了一個課程 專門是那些叫做酒店管理的 那時候那些比較有前途的 我講的差不多應該是80年代 70年代的80年代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幫年輕的幹部 最少有那幫幹部就順便去鍛鍊 去學一下一些東西 馬建柱是其中一個 這個人就承繼了周永康之後 周永康以前的公建法那個頭 還在上海那邊 但是那時候習近平就說 以後管公建法的人就不應該進來政治局 馬建柱就沒有進到上海 但是那個權 所謂公建法的權還在他手裡 全中國 這個挺厲害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孫立軍的博士 孫立軍是孟建柱的老婆 就生了腦癌 就是腦瘤 腦是很難開的 之後美國有那種質子島就可以去開 就是Luma Linda在那個LA的路 去拉斯維加斯那條路那裡 Luma Linda那裡是開發明了 可以把那些質子島 那些質子進去就不會破壞了 你腦的其它部分 你那些普通的電療、化療 一堆的話 整個腦被破壞了 孫立軍陪孟建柱的老婆去過那裡 醫好了 變成了整個中國的空洞 腦瘤都可以治的 以前腦瘤就沒得治的 看你到一定的地方 你就差不多完蛋了 他就醫好了他的老婆 就做了 他原本都不是警察 這些人是學醫的 這些人在澳洲 就做了孫建柱的秘書 接著孫建柱就上去 在周永康的位置之後 他就變成了公安副部長了 而且管那些是最機遙的 610被迫害法輪功 他會管幾個部門 所有監控、監聽、偷聽 所有領導人偷聽 都是他的部門 他那個偷聽是規定的 你今天譬如有一個 有一個派領導人來香港 或者是來自然的 他一定要聽完你所有的東西 沒得談的 他一定要監聽的 這個是規矩來的 所有的官員 在北京 去外省或者來香港 他們的通訊 是有一個有系統性的合法的 透明系統 讓你做這個位置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了所有的領導 那些有的說話 那他就負責這件事 就是孫力軍 那說到最後呢 現在這場鬥爭、內鬥 就是現在一路到 六中全會 一路到二十大 會越演越烈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事 那些人一鬥就拿中國的經濟就不管了 跟他們無關 最重要是贏 如果輸的話 命都要還 輸的話 所以你看到停電、傳小事、東火膨脹 工廠開不了 開兩天休息五天 出口就玩完了 然後就煤又沒有 早知道冬天就熬了 早知道這些問題全部他們不管的 就等於當日 當日浩澤東推過大躍進 人民公社這樣 死了最少死了四千多萬人 餓死了 實際是什麼? 實際的糧倉裡面堆了那些糧 但是沒有人敢放那些糧給人民吃 那些人民又沒有武器 又不可以搶 就這樣餓死了幾千萬人了 不是說管理不蝕 不是這樣的事 根本就下了死命令 就是他不開糧倉就沒有息了 而且那些人就要聽上面話的 上面話叫他不開他就不開了 他整個將來有沒有升級有沒有炒油 就是上面話了算的 上面沒有叫你開糧倉 你怎麼可以去開糧倉 就這樣 那些人完全是沒有 已經是那些共產黨的官就這樣了 就是現在香港這樣 你拘捕就是拘捕 你根本就不容許自己決定這個人 有沒有做錯 應不應該拘捕 完全不應該說這些話的 你問都沒權問 問一問就馬上死了 以後你玩完了 所以那時候真的餓死了 不是說真的沒有糧 有糧 被他蒸了 因為那些人報大數 我任務地可以出多少糧 哎呀好啊好啊 今天交了 上交了 上交了他就擺在國家的糧倉裡面了 那誰知道那些人講謊 真的沒有東西留下了 我們以前說什麼吃菊種 就是這樣 就是原本那些種是用來播種的 給他們吃完 吃完就沒有了 就沒得再生了 就是這樣餓死的了 那一兩個一季就玩完了 你吃了一些菊種 應該春天應該 應該那些菊種應該用來播種的時候 你已經吃虧了 那你就沒有了 那一到秋天冬天 你餓死了 就這樣餓死了 那他那些糧呢 你交了給他 他還在糧倉裡面 就是那種這樣的 真是離譜了 那現在就進入這個 所謂不顧人民生死的這樣的局面 所以什麼東西都可以發生的 大家老實說 我們香港什麼東西都可以發生的 因為他們一鬥起來 就是叫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負帶的破壞 他們兩個人在打的時候 你是無辜的破壞 你站在旁觀 你就無辜的股票破壞 所以香港現在真的是非常 沒有人說得清 是吧? 你看現在的股票 以前的股票上升了 就這樣跌 那恆大跟我們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只不過是買股票而已 最多就是一隻碟 就是拉軟了這個市 拉軟了很多其它外國的市 這個炒煤 那個煤價 那個煤價不只是中國買貴煤 為什麼全世界都買貴煤 那又是通貨膨脹了 幾倍啊 全運有幾倍啊 各樣的漲價 所以這個問題就 就變成了我老實說 真的大家就是 那些錢就算你就算不肯離開香港 那些錢換了美金放在外面 有什麼事 現在真是留在外面 這個真是世界大亂 他真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那他真是到了他絕望的時候 他真是跟台灣砍砍砍 然後來團結他的所臂的軍隊 下面的人都不出奇的 明知輸他都可以這樣做 就是挺而走險 他這些東西背水一戰 什麼都可以出的 就是現在為了生存 他們這個鬥爭不是爭權的 實際是為了生存的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應該 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大家只是看到 他每天發生的事情不夠的 一定要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鬥到根本是用一條命來鬥 王岐山已經過去 他的海航 他的海航倒下了 就是習近平 郭文貴查了海航 發現那幾個董事 那個古董 就是最大的古董 是這幾個小孩子來的 為什麼只有70歲的 這麼年輕的 就開始懷疑 公開了爆料 郭文貴就叫爆料 那幾個股東到底是誰 那原本海航呢 原本海航呢 就打算好碰 為什麼碰呢 那時候王岐山負責是 叫做中紀 紀律的紀律 就是負責抓那幫貪官 一抓到那幫貪官就懷疑他了 那貪官國內的錢 就全部拿出來啦 人民幣 那些就入國庫了 那海外的錢呢 他又懷疑你 是啊 譬如我在瑞士 銀行有多少多少 他就懷疑你 走不掉的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的 他迫打都可以的 那我出來想說 我去那時候戶口有這麼多錢 行啊 你就改了你的錢名 他改了中紀的人 改了他們的錢名 那你的錢呢 在外國的錢 就遞了 被人提走了 去了哪裏 就去了海航 那時候為什麼海航發得不清不楚呢 出來亂買東西 香港你看到那裏投地 兩三幅地 那些價錢都離開了大譜的 他自己跟自己跳 一聲跳上去 免費時間跟你投 那些錢就是很多很多 差不多全部的 有些合法的 有些非法的 在外國的銀行的錢 而且現在有些公司 都會被人家賺開了很少 香港的銀行 而且銀行都會被人家賺過 香港的銀行 所以稍微要買錢 那價錢就丟掉 這個銀行的 就是那個銀行的 都沒有用人家賺錢 你 airplane 都是用國賣進去 你查一查你 個個都死的嘛 所以那時候海航為什麼風生水氣呢? 亂收購 亂全世界收購合併 連德爾斯特幣 第二支銀行 它有10%股份 你會講玩嗎? 真是那種風生水氣法 過去差不多是幾年前 差不多是4、5年前 誰知道習近平叫傅政華 叫博文貴查 查 而且查我 那博文貴就開始跟全世界講 到底他那幾個大股東是誰 一查幾個年輕人 就是他們家族後裏面的 在海外的私生子 然後結果已經是比較大的 最大的今天就是大股東是誰 就說這條股東就是你 誰知道 還是他在那裡 你覺得這是他在海外的私貨 叫做一些些民主的精神 你覺得甚至是由大股東的 不然是誰就去借自己的 土地 很好測試 但是其實這已經沒法復興的 你覺得一些是想要再有些機會 習近平又說要查 整個開航就想錯了 而開航就想錯了 兩個人在鬥 實際上在鬥法的 王岐山和習近平在鬥法 你一邊幫他 一邊就要控制你 不讓你作弹 要控制你 所以他們那種這樣的鬥 真是寫十本書都寫不完 所以習近平又要用王岐山 來反貪 你對付他的所謂的政敵 又要控制王岐山 又不讓他作弹 所以搞出這次海航基本上是破了殘 然後海南島拿他接了回去 現在是面目全非 作為一個地方的企業 海航的下場 那時候那些飛機有靈 全部是新飛機 全部美國幾條航線都是他的 這個就是王岐山的什麼呢? 現在抓了那個董事長陳鋒 他有很多東西會嘔出來的 會透露很多真東西出來 就會講到另外那個董事長王健是怎樣死的 這些又是 抓了陳鋒 當然是習不足 抓了他之後就沒有他了 以前做的那些問題的問題就叫他吐出來 那用這個東西呢 又是對付王岐山 明白嗎?陳鋒就是這樣的理由 這個王健這個死亡呢 大家有些怪不得自己的 我特地去馬賽租了汽車去那個教堂 跳下去的教堂 還有他住在酒店 我去那裡了解 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案將來是一個大案來的 王健被謀殺案 肯定是被謀殺案 不是自殺 誰說自殺 就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腰就被謀殺 腰就被謀殺 腰就可能會死 假死的 這些就不知道了 將來才講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王岐山和習近平的關係 有點像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關係 所以我看 如果王岐山這次 如果輸了 命都沒有 那曾慶紅呢 如果輸了 命都沒有 這個就是 這些鬥全部都是你死我活的 因為他沒有法律的 他又沒有所謂權力轉移的法律的 他們說了就算了 我看來這次那個惡鬥就厲害了 江家你就知道了 江家實際拿他們的財產 他們現在這幫權貴家族 若若若若若若若 差不多拿了20萬億美金 江家差不多佔一半 現在權力在誰那裡呢? 就是江澤民的孫子那裡 就是最近去了新加坡那裡 就是那個樣子 那個年輕人的身體還挺豪華的 他爸爸媽媽 爸爸經常要換身的 換了幾次身 現在在惡鬥著 江家的勢力非常大 大到不得了 華爾街那些很多都是他的白手套 那個Black Rock 你們都不知道Black Rock 分分鐘他們有份的 用一些公司來控股那些 但是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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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在中國歷史上 在中國歷史上 在中國歷史上還沒見過這麼厲害的人 這件事情你們可能還沒見到 大家都以為阿江是一個很厲害的 有些西化很容俗的人 不是 有人說他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他說在歷史上所有的帝王 如果比上來這個人是不得了的 習近平是想抹走他 歷史上只有毛澤東或者鄧小平接著就倒他 實際可以這麼說 在中國歷史上 這個江澤民不是簡單的人 應該 但是他說他為了拔聲 他不想高調 所以大家就沒有怎麼研究他 好 拜拜 今天講到這裡 明白 是 你想不想分享一下你的資訊 我分享出去 是 是 是 我上面你們看到有QR Code 好 我們就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17日 有個大的演講會 就是蓬佩奧和袁某春的 那裡我們就希望多些人參加 如果在加州灣區的人 就多些人參加 這個細節 你們按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 這個細節 但是有很多人就不方便去 而且有很多人在香港 在其他地方 就不方便去的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贊助一下 一些比較年輕的年輕人去 你賺多少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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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1000元呢 我就賠回1000元 就是我跟他 就是match match 1千元 那就等那些 我可以有幾百年輕人 就可以去參加 可以去參加 可以聽聽他講 因為他們共和黨 想栽培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 一般都參加了民主黨 變成共和黨有老化的現象 這方面我是支持他們的 所以如果你們來參加 你們這裡上去 都可以看到 參加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來不了的話 我就希望你們可以贊助一下 我們這個活動 讓那些年輕人 比較或者付不起錢 或者有經濟問題的那些 可以一樣來參加 你們欠了多少 我就賠了多少 希望各位熱烈支持 這兩個人說到最後 蓬佩奧和余茂春 是絕對全世界 是證明他們是對共產黨 是最有效的 就是他們拿共產黨和中國人分開 這個就是最大的功勞來的 當然他們還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現在看現在的那個 就是那幫 整幫民國對付中共 都是他們做下去的 現在還在這裡 還在延續著他們的那個政策 但是找不到人還好 所以我希望支持他們將來 不管他們做總統也好 副總統也好 國務卿也好 早知道他們這個政策可以延續下去 我們香港就有希望了 而且全世界都有希望 因為對付中共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看著美國 真的沒有眼看 老實說 他們如果回去我覺得有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幫幫幫忙 我希望將來一直支持他們下去 這個我們香港人應該做的 因為他不斷地 蓬佩奧不斷地說 就是跟我們香港人贊助一起 那天議員說的 我們希望你們一起來聽她說議員說 謝謝你 謝謝老師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